Hello大家好 我是阿华 最近6月份下旬一直在下雨 原我这个园里面这个 坡上都塌下土来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沟都塞住了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4月份以后挖的吃人 到底这个存活力有多少 现在还有一些种在沟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是从这边摘过去的 这一棵的话没有经过遮阴网 看一下 还是一样长得非常茂盛 然后这里 你看 这些 都抱了好长的芽了 因为我把根部 基本上没有露出来 露出来就漂亮了 你看这个包括栽在这里 做了盆里面的 都长得非常好 这可也在抱芽了 看一下 你看这个高杆 还有这个抠露桩 这个小桩 你看这个是前面视频拍的那一棵 都找满了密密麻麻的 呀 你看 这个舍利桩 这个舍利桩 那边还有 还有这棵 网友比较看上的 视频中那一棵 这个 在爆芽 基本上的话 从这边过来 前面再爆芽了 这是 爆的多与少的问题 这棵 还有这个爆石的 还有这棵 我觉得最满意的 那棵橡皮 大老公 这个红芽爆出来了 这些是我用高培土围起来的 还有这些没有用高培土围的 我试验了几种方法 这个缠磨的 还有这个不缠磨的 反正这个次男灰上一佛 你看 这全木成活了 然后这个硬山红 这个硬山红的话 挖的比较晚 到现在大概一个月 你看一下 这下面 也爆出粉红色的芽点了 这边上都有凸起的小包 因为下雨的话 这种高湿天气 来压非常快 三颗硬山红 一颗来压了 这两颗的话 稍微时间更晚 这个次男大概是前面 一个多星期 挖的还没有来压 看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次男装 这个来压非常快 半个月就来压了 后面挖的 你看 这个 保 蝎膜我要把它 抠掉这个洞 调牙出来 要不两分弯弯死掉 还有这个浓心装 等到秋天的话 我把这些全部给它 上半提灯 看这一定非常漂亮 所以的话 我们次男装的话 一定不要担心 它这个 存活力不高 非常好重 看一下 这一颗 这一颗 你看一下这个 疙瘩 然后这个 碳化可化 这个装置也是非常不错 还可以提根 这是我帮一个粉丝朋友挖的 他要想到我这里买一颗 或者我就今天 刚好雨瓶挖了一颗 来看一下我这颗 作为高杆的 这个牙点非常漂亮 这个是 好像我记得是 差不多一个半月左右 反正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这个红牙 是不是 所以说朋友们 这个次男的话 非常好重 三年三到八月份是最好重的季节 不要以为这个夏天不好重 其实这是错误的说法 特别是到冬天反而比较麻烦 因为冬天的话 要注意保温 这个次男它不能 温度太低了 像零下十几二十度的话 可能 它受不了这个低温 三十五度以上的话 保时处理好 还是蛮有多大问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朋友们有喜欢次男的 可以 私信我 有什么不懂的 大家一起互相研究 应对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